天氣非常炎熱 一到下午開始有震風吹來 造成對流旺盛 在網路社群上就開始流傳一段影像 地點是在吉安鄉中央路二段 和中山路三段路口旁的一處空地 突然出現類似龍捲風的氣旋 把周遭碎屑飛沉帶起將近有三層樓高 人來人往的大馬路上 路邊怎麼吹起一陣狂風 仔細看在地面上的落葉都在轉圈 隨風帶起的塵土則有三層樓之高 樹葉滾來滾去 我就在想那個應該是龍捲風 第一次看到我那麼大 有時候是一點點 會啊 會跑啊 當然會跑啊 那很恐怖 又被捲起來很大 雖然沒有像美國那麼大 有餐廳業者在準備訂桌的飲料時 被這稀奇的景象吸引 附近民眾都還是第一次親眼看到 這種高速旋轉又跟大樓一樣高的風 這個小型的龍捲風出現在21號下午 花蓮縣擠岸香路口旁的移出空地 不過這種罕見的狂風到底是什麼 還會出現在什麼地方 就讓專家來解答 因為基本上在夏天 在花蓮地區因為太平洋深進來 然後加上這個高溫 那垂直對流跟水平對流夠的話 它就很容易產生這種 所謂的小型的這種沙塵捲 這個有一點擴大範圍就變成龍捲風一樣 原來這種沙塵捲跟現在炎熱的天氣也有關係 另外像是靠近山邊比較空曠的地方 或是接近垂直的大型建築物旁 就有機會產生這種現象 而沙塵捲裡面的風速能高達5到6級 接近颱風的7級風速 雖然基本上不會對人造成傷害 但看到怪異的自然現象無法評估危害 還是先走圍上策比較好 記者李明鏡許令清歡迎聯報道